各位收看台市直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市的新闻记者谢凯 这一次同样的要和我的partner 也就是王超群呢 要一起随同的韩国瑜市长来进行访美的行程 那其实韩市长这一次访美呢 有哪些观察的重点呢 那其实我也列出了大概个人四大项的观察重点 那接下来会逐一的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 首先第一点也就是最为核心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韩市长将前往哈佛大学呢 那这一次呢 他其实是和费政经研究中心来进行的一个接洽 而主要谈述的题目呢 则是脚踏实地的力量 说到做到言行一致 那尽管呢 他究竟是演讲还是闭门会谈呢 引发外界的争议 那譬如说了 就像民运人士王丹 他就有提出了批评 而第一时间呢 高雄市新闻局局长王浅秋也赶紧跳出来缓夹 但无论如何 其实韩国瑜这趟访美的行程 已经引发了美方的关注 而美方最主要关注的重点呢 那就是韩国瑜对于两岸关系的想法以及说法 而第二个观察的重点呢 则是韩国瑜他将前往史丹佛大学和学生举行这个学生的座谈 而这个题目的内容呢 当然就是走向高雄之路 那其实我们透过上述我讲这两项 其实就可以很明确的观察到了 其实韩国瑜这趟宝美行程呢 已经间接的也替高雄打开这个事件的知名度 而第三个观察的重点呢 那就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3号的中午呢 韩国瑜有可能和美国洛杉矶第一副市长何契真来进行会晤 那究竟这两人谈述谈论的话题呢 是不是姐妹式的缔结这个问题呢 同样的引发外界的好奇 此外现在也传出了韩市长即将和美国的前退休的大使 来进行会晤 那现在传出这个人选 应该没有意外的话 就是前美国驻阿富汗的大使 爱江山 对不起 跟正爱江山要进行会晤 那这两个人究竟会谈论些什么呢 同样的也引发外界的好奇 而第四个重点呢 就是韩国瑜这一次访美行程呢 他在国内的人气是相当的旺 那这一股寒流会不会吹到美国 同样的也是关注的焦点 那以上跟大家分享了 我四个的观察的重点 那接下来 那我也邀请到ET2DAY 地方中心的组长 也就是吴毅靖吴组长 来分享他的看法 那我们这边就来为您来做个介绍 吴组长 您觉得说啊 这一次啊 韩国瑜他访美 您有没有什么对于 他这次访美有哪些观察的重点呢 这次主要观察的重点 应该就像您说的第一个重点一样 主要就是在费政卿 为什么费政卿他非常重要呢 其实他是在专门研究中国东南亚研究所 那第一任创任的所长呢 就叫费政卿 所以他就举名叫做费政卿 那这为什么是王丹 他为什么会跳出来攻击的原因 那我们所要关注这个重点呢 主要他就是谈中国的议题 所以是不是在这次行程当中 所有韩国瑜的关于他两岸的重点 就是在费政卿这个研究所来讨论的 这也可能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他一直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close的一个闭门的一个会议 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在这边 在当中他到底会不会谈什么样关于 两岸的一个情势 而且当时候为什么哈佛的研究员会邀请他来 就是当时候他在一月份的时候呢 他用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比喻 就让他们吸引到说 原来两岸之间的关系 居然有这种漂亮的 或者很有趣的一种比喻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才会受邀来到哈佛的 这个费政卿研究所来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而且其实您可能不太知道 就是我刚刚有访问那个 廖达奇 廖教的时候 那他其实是当时候 就是引荐这个哈佛研究员 然后他们促成这次 这个学术会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说 其实我们有一个关键人物 Keyman忘记 我说到底是谁 他说这个人叫做陈学胜 我说陈学胜 怎么回事 他说那天那时候他来的时候 一月份他们来吃饭的时候 那刚好陈学胜也有来 那当时候他就 可是那时候这个韩市长 跟加芬姐都没有来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会谈当中就说 这个好像蛮有趣的 然后就赶快立即就发讯息 跟韩市长讲说 这个还不错 你要不要来这样子 果然就是透过陈学胜这样的一个 巧妙的一个引荐 那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个会议 所以其实您刚说的四大重点当中 我觉得在我们这次行程里面 我会比较关注就是 在哈佛的这场学术的研讨会当中 闭门会议当中 到底里面谈了些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们到今天为止 所有出访的记者 都想要知道的一个重点 那这为什么也很重要的原因是 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重点 大家你有没有注意到说 为什么韩市长他提前一天走了 他说是时差的调整 对 为什么要调整时差 他说他要回去练龟席大法 就是练他的那个牛津式的这个 英语腔 为什么呢 其实演讲的过程 其实真的不是重点 那大概三千多个字 然后其实帮忙论事的人 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韩冰 然后另一个是陈烟 那帮他论事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他变得他很重要 其实是在下来之后的Q&A时间 所以在这Q&A里面 他这次也带了国际行销处的人员 还有包括廖达奇 廖教授 也会进场协助他来做Q&A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其实真的比较担心的 应该是在整个学术的演讲过后的 那段Q&A的时间 那个他怎么去回答两岸之间的关系 这是他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才会提前一天才出发 而且非常罕见的是 他连过去新马行 还有中国大陆行的那个随行的 王潜秋 王局长 这一次呢也这个意外 我们刚刚刚刚聊了 他说意外获得这个非常充裕休息的时间 因为他刚刚说 对他刚刚很开心 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他说他在逛免税商店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这是他从新马 然后港澳大陆 然后到美国行 唯一的一次 唯一的一次 shopping的时间 他好开心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新马行 或者是中国大陆港澳行 港澳我们两个有去过 那个根本完全是铁人的行程 这间超级感 对超级感 然后我们那天 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其实我跟谢凯跟超群 我们在飞机上我们遇到了谁 回程的时候 遇到蔡武宏 蔡武宏你说什么你知道吗 当天他不是就说 快点快点 我说干嘛 他说没有我跟你讲 我们待会 那个我们连逛免税商店的时间都没有 对 然后他说如果 他没有回去买什么东西 回去安泰座的话 他可能没有办法回家 所以就拜托我们去帮他买那个什么护手霜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过去的行程当中 我们一直都说韩市长 大家都跟我们说 哇 你要出国了 你要去美国 赞啊 好啊 你也可以算 没有 其实跟大家讲 参加他的这个随行采访 真的很硬 非常非常的硬 我们刚刚在车上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导游说 他说 四十八点钟 我们待会 坐起来 坐起来 不然去上面之后 要看到我们的民城 就是四十八点钟 真的 我们要为藤 不会跟酒精三有没有 十三 对 十三点钟嘛 对 再转移到波士顿 六点钟嘛 去到那边 因为我们是早上 大概清晨七点到八点 才办法到那个波士顿的饭店 当时候我们没有办法check in 所以他们特别帮我们租了一个 小小会议室 可以让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梳洗一下 你们不要看我们像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查过 真的很辛苦的原因是因为 波士顿它的温度 大概这几天 大概是两度到四度左右 差不多 那台湾的温度大概多少 二十六 二十五 对 当然它差了二十几度 你知道我们这边穿这衣服 我们觉得 喔好热喔 到那边可能一件一件 要把它穿回来 包个棉被再走 对 所以其实 这次的参访行程 除了我们要克服 所谓的 跟着它的这个铁人行程之外 我们也要克服天气 而且这四天当 这八天当中 我们要飞好几个城市 而且很多行程是在户外 我们只能在户外而已 对 要吹着冷风这样 对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还有很大一个挑战 就是听说哈佛跟Stanford的学校 它是禁止记者 攜带机器进去采访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到里面去采访 那刚导致就说 就像学生一样 那你 拿着手机来偷拍 对 你看嘛 就是观众你觉得 我们两个像学生 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好 我们刚才已经决定好 就是说我们到 那个Hover的时候 我们就买一件帽梯 然后就混冲学生进去 我们是研究生 我们是研究生 研究生 我们研究韩市长 这件事情 对 所以其实 这个行程真的是相当的 比较累 但是我 就是挑战性 对 但是也因为贴身观察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 获取到更多的资讯 来分享给不同的观众朋友 像其实你是台式的 像我就是ETTODAY的 所有听众朋友 就是观众朋友们 就是希望把第一首报导 然后分享给大家 对 对 就是去跟观众 对 所以 会很辛苦 加油 加油 我们 那上去就是开始要吃药 然后会失联 13个小时 这样子 对 压力有点大 因为这么 你应该是 你以前有飞过 有飞过 坐飞机真的很累 我们没有飞过 我没有飞过 那么长的 所以我可能还要再挑战一下 调试一下 对啊 好 谢谢组长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也可以听到说 其实我和吴组长 其实我们两个人 他的对于这个观察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那这一次呢 韩国瑜他出访美国呢 他其实定调是 政治零分 那学术交流 一百分 但毕竟呢 韩国瑜他现在是 政坛的当红炸子机 又是2020民调的人气王 究竟这一趟 会不会真的是 撇除所谓的政治零分呢 也是值得外界 关注的地方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 跟我们刚刚 一滴组队 地方组 组长 无意境的观察的 一些想法 那今天的直播 就大概到此结束 那谢谢大家 哈啰 哈啰 感谢观看